我觉得Mute 是我第一首 自己属于原创的一个作品 它其实是我的一个开始 然后我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 也找到了很多的创作的乐趣 以及对于一个作品 我需要去思考的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Mute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我之后也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 想要静音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还不静音 很多噪音的感觉就好了 多耳朵 保持新鲜尽尽尽尽尽尽 Mute Well Done 开头有一个看似像展示柜一样的房间 它其实用了蓝色的色调 表达了一种孤独的感觉 其实更多的也是 我在像一个展示的商品一般 被人审视着 虽然表面上像一个完美的艺人 完美的偶像一般 但是内心却是非常的矛盾和复杂的 有趣的镜像其实想表达的是 就像我歌词里面写的一样 打开网络讯息 机械话嘲笑个不停 这一句话其实是想表达说 我们在面对舆论和大众的评价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太会去在意说 我这个作品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而是大家总在用一种很机械化的 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式 来去看待这些作品也好 还是我们曝光的一些讯息也好 我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不希望它会存在 任何的事情它都会有无限的可能 它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定义 镜子反过来会正极一点都没有 看好看 MV里面还有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有一个巨人 他像一个信仰一般 我们对他的态度 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去仰望他 想要去感受到他 想要传递的能量 但是呢 他也会因为一些攻击也好 还是一些负面也好 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也好 他会瞬间的毁灭 然后他毁灭时候的这个样子 一定是满身的伤痕 所以他其实是印了一句话 叫做水可力万物亦可滔天 MV在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天气比较的冷 然后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有进入到那个水里面 还有像提前木偶一样被吊起来的那个部分 也是一直在坚持着 然后被吊上去 这个MV里面还是尝试了蛮多的一些可能性 然后包括导演也好 还是服装老师 化妆老师 发型老师 各种幕后的工作人员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来去打造这一支MV 对于我来说 这个MV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我solo之后出的第一首歌的MV 那大家也每天其实都在很用心的帮我去商量这个MV要怎么拍摄 那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 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满意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还有抬头吗 我现在全是五一口的被人 我不是这样的 这镜子感觉怎么样 这个镜子就是扭曲的 乱七八八 酷 酷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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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姐姐姐 好 谢谢姐姐姐 来 你坐在那边 这就是把你的头做成这样的 做成这样的 我的鼻子有那么大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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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狠人 有 有 有 好 好 拜拜 今天被吊起来了 这种感觉非常刺激 那就两摊 如果他可以当秋千的话 就非常的棒 有个幸福可以 手套 一个是 一套 一套 还好给你个手套 没有手套的话 送人 全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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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要 我 跳到别舞吗 跳不了 不是这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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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厉害的 脑活好多 还快 这个会难活的吗 这个是会保满 哇 OK